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好 我是游戏老师 很高兴跟大家在我的规划课档里面见面了 那今天我们来来聊到的是我们的生物 生物这门客户呢 其实你说它学习很难吗 它真不难 但如果你发现你家娃读初衷之后呢 生物学的特别难 那我建议你好好看完这节课 然后用我这节课的思路去引导下你家宝贝 因为生物真的是极其简单 特别是初衷的地理和生物这两个科目呢 基本上你只要稍微记得知识点多一点 就能够搞定了 那如果生物作为理科出现 它难点是哪 那生物作为理科出现呢 它难点就在于它的知识量摊比文科 地理呢是文科中的理科 而生物呢是理科中的文科 就它的整个知识的记忆线所特别的琐碎 你但凡要是孩子被稍微比较懒多一点 有可能它很聪明 推挡能力很强 可是你的知识点要是稍微背的不好 那基本上你都搞不定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取决于说 我们家宝贝 在对生物的理解的时候 是否足够透彻 待会我会教你说 怎么让孩子在学生物的过程里边 能够把它理解的非常透彻 在透彻情况下呢 你能够避开生物提醒里边出的一些坑 好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到底生物是教什么内容的 第一 我们的七上呢 讲的是生物和生物圈 还有绿色植物 哇 老师 生物 生物圈 绿色植物干什么 你记住 这里边呢 你可以把前面理解为生物的生物圈呢 就叫食物链 食物链叫什么呢 老虎吃羊 羊吃草 草化解万物 就比如说你动物的那个尸体分解了之后 会成为那个小草的养料 那你说 那食物链最顶端的是谁啊 人呢 我们呢 因为我们啥都吃啊 你也可以吃草 你也可以吃动物啊 而且你老虎 你也可以把它吃掉 当然是保护动物不能吃啊 那 但你会发现说 他就行这个食物链 就这么简单 他就告诉你 你了解一下 我们生活里边的食物链 这就七上讲的 没啥了 搞定了 对吧 好第二个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既然要了解食物链的这个分布 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 食物链最顶端的那个人 好 所以七下讲的是什么 生物圈中的人 哦 最顶级的 这个他们的生物习性 他们的脏器 比如说你把人打开来 每个脏器功能 心脏 肺 肾 小肠 大肠 然后呢 骨骼肌肉 每个地方 它的功能作用 包括它的整个 有些细胞个体的构成 那人的DNA里边 它是有些 哪些 显示遗传基因啊 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 我们家生物链问题 换句话来讲 很多妈妈很喜欢的 就说 老师我想了解一下 生物遗传里边 那比如说我跟我先生 两个人都有耳垂 为什么生了一个 没有耳垂的孩子 就有一次搞得我很尴尬 那就是说 我先生怀疑我 那是隔壁老王生的 咽出来是我们家的 为什么 你别说家长还怀疑过这个问题 是因为基因里边 它具有隐性 但如果说 你是两个没耳垂的妈妈 两个没耳垂的爸爸跟妈妈 那生出的孩子呢 它基本上没有耳垂 如果生出有耳垂 哦 那就真的有点可怕了哦 那你要查一下 你基因的脉络里边 到底有什么问题 那这个时候 就会跟人有关系 巴上讲什么 巴上讲的是 生物圈中的其他生物 那比如说你看哦 刚刚生物链讲下来嘛 把最顶端讲的 那接下来就讲 我们其他的生物 诶 这里边很有趣的地方是讲 他专门抽了一个章节 讲了狗 再抽了一个章节 讲了小鸟 再抽了章节讲了昆虫 你会发现有没有往下走 那比如说 我们的那些 那个猫科 猫科动物 他们会吃小鸟 小鸟呢 就会吃昆虫 昆虫呢 会去吃植物 诶 又是一个食物链 他把每个食物链按顺序 给你介绍下来 那你会发现你在听的时候 你会很有脉络了 好 最后再往下 生物圈的延续和发展 生物圈 你说老师 500年前我见到鸟 怎么500年后还有鸟 那鸟是怎么来的呢 鸟生鸟 狗生狗 人生人 就是你会发现 他的生命是有延续的 具有传递性 那他们是怎么繁着呢 哦 你看 你又了解到生物的 生生不息的繁衍下去 好了 整个对生物的内容 我们在初中介绍 就构造完毕了 那 七上讲什么 就告诉你 这个世界有食物链 然后呢 我们有细胞构成 人类的起源 生命的起源 来 只要告诉你 分析一下 七下讲一下最顶端的食物链 专门求个篇上讲人 再告诉你 往下走每个阶层的生物 狗 鸟 昆虫 分布是什么 再最后跟你讲 他们分别是怎么延续的 就讲这些 难吗 不难啊 关键是你不要选择一塌糊涂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里面呢 他就有题型的 我们叫做分析了 第一个呢 我们基本上是由单项选择 和非选择题来去构成的 包括我们的那个食图分析 资料分析 还有实验烫究 因为会有很多实验的烫究题 出来去给你做 选择题 非选择题 就这两个 没了 那我们 私设书里边的内容 它是什么呢 我先跟各位讲 因为生物是唯一一门科目 它比地理还容易的 地方就是 它是真的是给你送分的 因为它的分布点是什么 它的容易的内容 是占了70% 就是说你只要稍微努力一点 学习一点 稍微背一背 读一读很简单的字典 你都能够考个70分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说 我有的家长跟我讲说 哇老师 孩子在五六年级的时候 已经提前 把初中的生物搞定了 我们很多家长听起来觉得 哇好牛啊 不牛 北上广深很多家长的孩子 都是五六年级 基本上就把初中生物给搞定了 因为太简单了 你待会听一下 我教你的方法 你就会发现 孩子五六年级真的可以实现 生物这四本书 直接搞定的 七分是容易的 两分是中等的 就20%是中等的 只有一份是难的 就是说 我们他难的地方就是为了区别 比如说一百分次的 那你真的只有90分到一百分 这个是用来区分的 人与人之间差别的 别的都没有 好 那所以我们就来看题目了 那题目就分布了 第一 这题经呢 你看看第一道题 那第一道题呢 是我们的 那你就会看 简单 中等 难 分别在这里 我们先看简单的 人感受到外界的声波的刺激形成听觉 听觉 听觉产生什么 如果你家孩子懒得去背 不好意思 他虽然说简单 但是你要是懒得 他专门课懒人 懒人你连分都得不到 很多人就说 哦 骨膜嘛 我们耳朵里面有骨膜嘛 骨膜是原来接收声音的 要不就选耳窝 你绝对不会去选 他的正确答案是A 大脑 很多人都忘记了 就当年我们说的是 老师怎么会是大脑呢 你记住 骨膜是接收声音的振动的 然后呢 再去到耳窝 耳窝旁边的三块小骨 产生声音波动的正频 再振动到我们的耳神经 通过耳神经 传递到大脑 刺激它 产生兴奋的因素 这个兴奋因素呢 才是由大脑产生叫听觉 它是这样的链条产生的 所以听觉产生于大脑 不是骨膜 听懂吗 这是叫分析啊 所以你想哦 但是你要答案呢 你基本上看我们那种背诵的大纲 就在大纲里面写的 就是听觉产生于大脑 那你加完 连背都不背 我觉得你不配 让老师送分给你 听懂吧 好 第二个你看 细胞内控制生物发育和遗传结构 不用想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叫细胞核 你就看嘛 我们一个苹果 中间的种子就是它延续生命的 就是这个种子发育出来的 OK 那你就肯定是我们的核 好了 那想都不用想 这最简单的送分题 有七成的内容 都是这种送分题 你告诉我 难在哪里 真的如果你孩子真的觉得生物难的话 你真的得乖乖你自己 就你没有帮孩子归好 没有让孩子提前意识到 哪些东西是要提早去学习的 那你没有提前预热 孩子一上来就已经面对的是最难的东西 那肯定就越学越难了 是不是很难送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中等题 中等题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 人有耳垂和无耳垂的遗传 遗传学上的属性 就是像王老师这种 有耳垂跟没有耳垂 对吧 那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家庭里边 妈妈有耳垂 其基因组为滴滴 父亲无耳垂 其基因组为两个小滴 那么他们所生的孩子呢 基因组成 这就是我们在人的那个篇章里边 七下所讲的内容 你不用思考 一个大滴一个小滴 搞定了 他其实你说实话 他需要推导吗 他推导思路特别简单 但是你这个去 因为这节课我们不讲生物知识 如果跟你讲 我就跟你说 两个大滴怎么样组成 大滴跟小滴 还能组成 我们不同的构造 构成 那这种形成 有险性基因 有隐性基因 那不同的情况 来搭配 来去形成 那两个有耳垂的怎么形成 一个没有耳垂的孩子呢 他也有分析 那这个就稍微要加点小难度 小小难度 被知识点 外加推导 小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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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丁点 没多 真正难的 你来看一下 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我刚刚跟你讲题的时候 前面有序号的 前面的是第一题第二题 那就是我们在基础知识送分那部分送给孩子的 后边呢 就来到了第18题 叫中等题 这道在35题是难度最高用来区分孩子的 但你说他高吧 我觉得说实话也不高 而且这道题目是我们2021年的中考题 2021年的中考题 它的难题是在这里哦 区别还是难题在这 我跟你讲 你孩子要是不会回到家里面掉起来抽打一段吧 哎真的是因为没动脑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呢 直接看题目吧 题中的1表示的细胞是 你不用想吧 一个精子一个软 那家长都知道瘦精软啊 这个是背货都知道的 叫受尽管生命起源嘛 然后呢 如图了是人体和植物中 然后呢 第一个 1形成的场所是女性 就比如说这个1这个地方 如果在女性里边形成的场所是哪里 很多很多孩子就会说 哎我按照我的意思我来判断子宫 这个鬼啊 肯定是疏软管啊 你是在疏软管构成完之后才能够去子宫的 你疏软管没有构成你就没资格进子宫 听到吧 好 再来 你看 我们再往下 图中的新个体是被子植物 则依发育成种子中的哪个地方啊 呸啊 呸啊 好 然后呢 图中新个体为两栖动物青蛙 则是在哪里 青蛙都在水中受软啊 那书文不在写的吗 那就直接写水中啊 好了 你有些孩子就答案不肯定 说青蛙受软 在自己的身体里受软 那就完蛋了 好 这种叫什么 这种升职方式叫有性升职 你就告诉我 是不是都课本那边知识 它半点推倒没有 但它是推到中考题出现 中考题的难题是这种程度 你告诉我 你家孩子还难在哪 不难 实验题就更简单 因为实验题呢 初中跟高中的生物呢 它是两个非常大的反差 初中呢 叫普普普普及知识 就是你只要能够知道这个知识 它是怎么组成一群了 高中那才就真的难 它是带着分析的因素在的 所以到时候跟你们讲高中 高中生物的时候 你再去听我们高中生物 到底要怎么掌握 那么初中生物呢 就这么简单能够搞定了 所以你真的是 只要方法对了 孩子根本没有说不懂得怎么学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科目用什么方式来规划 让你用最轻松最简的方法来学会 那老规矩 王老师教孩子们学 学科目一定会去看纪录片 来我们看一下 生物看什么纪录片呢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第一个 如果你要看书的话呢 可以买一个百科全书 百科全书的生物片 是可以给孩子看的 百科全书生物片 通过看书里面来去积累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看电视里面的 还有环宇视野 还有动物世界 还有工作细胞 这些都可以让孩子看 因为动物世界就在哪里出现吗 在我们巴上里面出现吗 对吧 那我们对于人体的这些剖析呢 你在生物片里面也可以去看到 看完之后 在四年级阶段先培养孩子 对于生物的兴趣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五六年级呢 专门看初中的四本生物书 第一个初一上尤其就把书本 子子细细的过一遍 因为生物的知识 我这里面提醒一下 初一上呢 虽然说它很基础 但是呢 它却考点考得非常落地 就是它之前非常碎 非常碎 碎到有些时候呢 一些专有名词 就你以前可能没有接触过的 比如细胞 细胞 细胞的组成构成啊 然后食物链的顶端啊 然后呢 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啊 这一群关系 你会发现 怎么有这种一群关系 那各种这种专有名词 它是什么 你可能要让孩子去普及这些 关键词位的那种理解 就是如果孩子能够提前理解一下 那你后面学习还是蛮简单的 好 然后我觉得 所有的生物学习的时候呢 遇到不同问题 上网搜 让孩子养成上网搜的习惯 你也不要去跟孩子解释 我其实最怕家长是直接给孩子答案 因为他没有自己搜索这个过程 会让他造成那种阻碍 那么你可以让孩子 比如说每天看课外书的时候 把生物书当成课外书来看 那就更简单了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第二个步骤呢 是要让我们家宝贝呢 因为生物每周呢 是如果你现在是已经初中的孩子 生物每周都只有我们 那个两到三节课 多的会给你三节课 基本上这两节课 那你生物的学习呢 就是当天上网课之后 一定要让自家宝贝干嘛 抽10到15分钟的内容 对当天内容尽其是巩固 画一画思维导图 如果当天的讲的内容里面是有图形的 是有人体构造生物图形的 那你就让孩子把图形给画一画 做一做设计 那这种设计呢 其实会让孩子更为清晰的去看到说 我整个内容篇章里面 我今天画了学的知识点 在这部图的构造是长什么样的 把这个构造给养成 好吧 然后呢周末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小学没学过的 那你初中一定要周末 稍微把你这周的两节生物课拿出来 再花个半个小时把它过一遍 这样子你初中就浪费了半个小时 我觉得没必要 一般呢 我会让孩子小学五六年级就搞定了 初中每次上课都是在验证知识 所以对他来讲比较简单 好 那么你建议呢 出生物的学习呢 你也可以用刷被刷 比如说 你像我弟弟一样 看完我们的课本之后呢 你第一步呢 你先普及一下 普及之后呢 让孩子把生物书当作自己来看 然后呢 你去买一本五年中考三年模拟 或者是万为真题 生物的那个篇章 然后呢 每个单元券撕出来 看完一个单元 你就直接是先过一遍 然后呢 生物的是那个篇章拿出来 直接写 写完之后有不懂的 你再去背 背的我待会推荐一本 也是我们叫图解 那个图解书记 那本书 你去买一本 给到孩子 他的看书速度特别快 然后呢 你背的时候从里面背 最后再找一个内容 把它夯使一遍 刷背刷子如果你不懂得 因为我在地理那些课里面讲过了 生物这些课我就不讲了 你去地理那些课里面看一下 好 这里面呢 关于我们生物的学习方法 我有两个方法 重点交给你 这个方法特别好用 是我们所有 包括生物科主导老师 教孩子最好的学习方式 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 生物到底怎么学 你看 生物呢 因为它里面呢 会有很多像名词 易混小难记的 专有名词 比如说 像我们将事物中的某个部分 某个方面 某个特征 与事物的整体进行比较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说 你比方说 遇到一些字典 考的是简单反射和复杂反射的一同 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的比较 五种植物的类型 生活环境 形态 生殖方式的比较 体循环和肺循环的比较 就这些比较呢 就我们会经常发现说 孩子在背知识点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这种 请问他两个比较的关系 那就是涉及到孩子 如果单一的去背文字的话 那就很麻烦 那这种方法呢 我教你一个方式 叫对比法 把他们直接抽出来 拿来做对比 那对比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 比如说问你呆小症和侏儒症的比较 那好 那你要记住两者区别什么 一个是生长基数促进生长 一个是甲状腺基数促进生长发育 这两者是有本质上不同的 不同在哪呢 你看哦 侏儒症我们画一张表 叫对比法 那孩子也可以画 侏儒症的基数呢 主要是生长基数 呆小症的基数 主要是甲状腺基数 而如果诸儒症 像我们那个 呃 你们应该看过魔戒 魔戒上部期里边 其实有个诸儒 啊不 龙妈里边的那个小恶魔 龙妈里边的那个美剧 龙妈里边的那个小恶魔 小恶魔的扮演者就是诸儒症 哈里波特里边的那个 呃 霍比特人 他们也是诸儒症 诸儒症你要看 诸儒症的智商不正的这种人 智商不正常吗 非常正常 而且挺聪明的 你看他智商正常的 可如果 他是呆小症呢 那智力是低下的 诸儒症呢 他的生殖器官是发育完全的 可呆小症呢 是发育不完全 好 但是身高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诸儒症跟呆小症 都是比较矮小的 好 这是他们共同特征 不同地方呢 就前面能够 你画一张图 还是就自己解出来 一定要背 背完之后自己画 自己画的印象会更深刻 好 那么这种呢 是我们家 我们宝贝可以用的一种方式 叫对比法 第二种方法呢 叫图记法 也叫实图训练法 那我们看到 比如说我们在生物里边呢 会有很多的身体的脏肌器官 那这些器官呢 你要让孩子去背下来 其实难度比较大 那我倒不如建议哦 你可以像这个同学一样 王子门的同学一样 他直接把它画出来 这个身体的构造器官 他画到很详细哦 那第一个 肺部的毛细血管 在分布在这里 身体上部的毛细血管 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的肝静脉 静脉长什么样 主动脉在这里 肺部 肺腔内器官的毛细血管 每个器官叫什么名字 左心房 然后呢 器官叫什么 其实画出来 你就知道旁边这个小小地方 叫肾小球 这个叫胰胀 这叫肝 这叫胃 然后呢 这叫大小肠 然后呢 身体下部的毛细血管 他就画得很仔细 左心 左 左 心室呢 他这里边画出来了一个 心脏壁 最后 心脏是连接主动脉 他自己把它标记进去 孩子如果 今天学完人体的构造之后 用一幅图简单画一下 哎 我觉得画图 孩子又觉得有趣 然后呢 记起来的难度又更简单 很多孩子就会发现 你现在包括我们狗狗啊 小鸟啊都会剖析图 比如说一会问你 哎我抓到一只小鸟 我抓到他颈部 请会会导致他窒息吗 哎 那为什么 因为你要告诉他 你就跨下两手 我会知道 颈部这个位置 他有他的呼吸管道 那你那插住了 他是会窒息的 好 这呢 是叫画图 是叫画图法来记 但还有一种方法呢 就是你边听老师讲课的时候 边可以做这些事情 当然我会要求所有的孩子 一定要提前学 就生物你能够在提前学的情况下 你再去听老师讲 其实你是在验证知识 然后呢你在学生物的过程里边 你再通过课堂上去做思维导图的笔记 比方说像这样 这一步呢 是我们那个解一思维导图的构成 就每个构成之间 他们的营养物资的提供 他的相互的关系 然后呢相互的依存的这种方式是什么 哎用思维导图直接把它画出来 思维导图画出来 你就一目了然 好了 那当我们听课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听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需要还是干嘛 一定要去通过做题 做题呢 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哦 你可以在五六年级先学 甚至哪怕如果说你五六年级没有学的话 你就尽量初一初二的时候 记住我教你个时间点点 初一两学期 七上七下 初二上学期 这个是八年级上学期 这个时间段一年半时间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放优着点 让孩子呢 每周上课的时候就只是做做作业 然后呢 听练习 确保每一个支点 你都能够画成像我刚刚讲的思维导图 啊 这样子孩子边上课边巩固边夯实基础 然后呢 你如果五六年学呢 你学完之后呢 你也让孩子画一下思维导图 实在画不出来呢 你可以找参照的 因为网上很多 像参照的思维导图 给孩子看一下 但看完之后一定要自己画 好 这样子一做完之后 你啥都不用管 你等到我们 如果说你实际安排允许的话 等到八年级下学期的那个寒假 哎 你提前让孩子找个时间 连工 连工十个星期 就连续工十个星期干嘛呢 十个星期里边 你完成三十张 那个就是你在之前呢 你都可以用五年中考三年模拟来做 但是呢 连续十周里边每周三张 每周三张 那个我们叫做真题 中考真题 就历年来真题 你们老师会发给你的 这个呢 是给到初中孩子的建议 就你只要在考试前 零考前的 大概从开学开始 你就每周做十三张 每周做三张 生物每周做三张 三张做完之后 对答案 对答案改 真题全部拿真题来做 做到你到了要摁八下的时候 生物会面临一次会考 这次会考呢 会作为你中模考的成绩去放进去 那个时候你来干嘛 你直接自己去在考前的 你就稍微放松一下 把你原来的错题集拿出来看一下 因为你错题的时候会收集错题本 你就只要把错题本过一遍 再把你平常画的思维导图拿出来 简单的看一下搞定 基本上这个时候你去考试 就是你很轻松拿下 满分一百的情况下 基本上都会在九十八九十五左右 那其实你的生物已经算是很高分了 满分一百我觉得都可以 只要稍微细心一点 练的量足够 基本上不存在说孩子学会不好的情况 理解吧 生物难吗 不难吧 基本上你家孩子六年级下学期 如果全学完的话 都已经可以拿到大概九十分以上了 剩下的就是一些难点题 等到老师上课的时候再去夯食 搞定 OK 那我们那后边这两本书呢 五年转口三年模拟 你就照这个版本去挑就行了 然后呢 初中生物图解数据 这本那个材料书籍 你可以自己去找到给我们家宝贝 去买一本给他 刷被刷的三个方式都可以用 那生物的初中呢 我就给你讲完了 基本上因为它难度实在太少了 我要给你分七上来跟你讲 今年给你讲 或者说分八年讲 没必要 我就帮你合成一节课 那你直接出众呢 就把小四门 我们历史 到底法治 生物地理都搞定了 好了 今天高教理高教路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